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這場一層 我們的主題是產業應用跟待遇 歡迎我們的講者,尤城林 哈囉,大家好,感謝大家今天來聽我分享產業應用與待遇 還存在勞動市場中的直覺分析 我是來自國泰晶控的數據分析師 我平常的工作是協助公司透過數據驅動的力量 做出有影響力的生業決策 我會拍攝和R來剪輯覺醒模型 網路爬中以及資料視覺化 下面這些是我這兩年在各個年會的演講 包括了Pycom,Pypeta,公司會,年會跟Mocom 那這些簡報的連結都會放在簡報裡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 任何人這一頁裡面去找到相關的簡報內容 那下面是我的聯繫資訊 包含了我的mail和我的網站 大家也可以透過這裡的方式 這些兩個方式跟我聯繫 好,那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 我工作的部門是在國泰晶華的商業分析科 那我們部門的指責是透過數據驅動的力量 去幫助公司去規劃跟推動影響力的商業決策 那我們會需要做一些跨部門的業務合作 讓它能夠落地 那如果你會去監視一些監督師跟非監督師的模型 可以去預測或者是去分析客戶的行為的話 也都是蠻加分的項目 那就歡迎大家如果大家對於今天的內容 或者是對於我們的工作部門都有興趣的話 其實歡迎大家透過下面的連結 來我們這邊投遞禮幣 好,那在開始之前先說一下 為什麼想要做這個演講呢 其實是我以前在找工作的時候 發現我在網路上面找到的資訊 大部分都是國外的資料 比較少是國內的分析 就是台灣的分析 所以我想要透過這個分析 去給大家在找工作的時候 有一些參考的依據 那另外第二個原因是 我身為一個數據分析師 我也蠻好奇說 Python 在量中市場中 到底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會用來做哪些事情 那我也希望透過這個分析 能夠去打開我的視野 那最後是因為這個分析 又會需要去處理一些文本的資料 那我也會希望透過 在準備這個演講的過程中 磨練自己在處理非結構化資料的一些能力 好 那在開始分析之前 我們還是會需要去介紹一下 幾個國內常用的主要平台 那這邊是我去調查了一些 我們在台灣很常見的球質平台 那我就會拉了兩個項限 第一個是職缺的數量 第二個是成立型的時間 那在這項限 這個張資料版上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 104、111、LinkedIn等等和CAP Resonet這樣子 那其實工作最多當然還是我們老牌比較熟悉的 104跟111 那它職缺數量是最多的 但是也有一些輕輕的數字平台 像CAP Resonet 它其實是新成立科學的職缺數量也其實也其實蠻多的 比如說大家在找工作的時候也可以去參考這個資料 然後去選擇自己要用什麼樣的存置平台 但是也不是說越老牌的資料就越好 因為其實成立時間越久它也會有一些包袱 像是104上面 你知道現在都還沒有資料科學家的這個資物分類 讓我每次在使用都覺得很痛苦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在這次提案中 其實就有一些評審會詢問說 104上面會不會有一些 104上面是不是都是一些比較低階 或者是一些比較低性的工作呢 那我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就做一些研究 我發現說114上面其實還是有很多好的工作 那我就搜尋了一下我就發現說 像好的工作很多 像是早餐店任職員工這邊的日薪 就有高達兩萬六到三萬五 或者是業務行銷日薪也有每天的薪水有到 兩萬五到六萬塊那樣子 那這邊是開個晚上 可是其實這邊資料其實是 因為104上面它其實的直覺數量還是多的 相對較多 那其實還是我認為對於新鮮人來說還是 常常有參考價值的一分之一來源 好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如果我們把104的資料抓回來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哪些資料呢 我們這邊會看到 像是直覺的名稱 公司的名稱 工作的內容 類別的類別和白玉 工作性質是全職還是兼職 哪裡工作 哪一些選定的要求 以及這裡是我們重點要用的 讓分析軟尾 那是你擅長什麼樣的工具 什麼樣的工作技能 那在這邊 雇主就可以在這邊去填寫說 我要拍攝 我要R 我要Sex 等等的工具這樣子 因為有些雇主 有些雇主會 直接寫在其他條件這裡面 因為他們就不用去點選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再 額外再做一些資料處理 把它整理 整理成我們需要分析的資料格式 那我們最終整理出來的資料畫面 會長什麼樣子呢 其實我們最終只會用到這些欄位 那分別是這些都是 前面幾個都是既有的欄位 就是包括了你的 食物名稱 公司名稱 你的 職缺的描述 和你的職務類型 和你大概什麼樣的產業 在這邊 月星其實植物開出來通常都是開一個集聚 那我在這邊取的是 這個集聚的最低值 那這樣子做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新鮮人在打工作的時候 其實是相對比較少籌碼的 那我在這邊是 主要是希望分享給新鮮人 所以說會在這邊就是取最低的薪資 那這邊有一個是我做出來的欄位 叫做你需要求的 技能的列表 這樣子就是列表 那它會取 來自於說雇主在職缺上面去構選說我要派生 我要R 那有些雇主其實沒有去構選說他要什麼樣的技能 他會直接行在職缺描述中 所以在這邊也要去做一個文門的剖析 那如果在文門裡面有提到一些他要的技能的話 其實 再把它串回來 那串回來之後我們就可以去看到說每一個職務 他會需要哪些的程式語言 像第一個 職務他就會需要 GEC再加 那這個叫C-Shark 然後JavaScriptSync等等的工具 好 那我們整理出這張資料表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後面的分析了 那我們就來看我們的分析的結果吧 好 那我們第一個是要回答說 那為什麼是Python呢 其實這個是 Tiobi網站他每個月都會去根據程式語言的論文程度 去做這調查 那這個論文程度就包括了 像是有多少個工程師 世界上有多少工程師 會這個技能 以及他這些程式語言在 各大的搜尋引擎 像是Google啊百度啊等等 就是在上面的 直確查詢的比數等等 去做出來的綜合評分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什麼Python就是中間那條線 那我們能發現什麼 我們的發現其實是 Python其實是一個 在2021年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程式語言 他已經在第二名 Disco第三名了 那而且他還在變得越來越熱門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他成了 趨勢 趨勢還在網上 這個體會比往上 它主要還是從國外來的資料嘛 我們看到說第一名是11 第二名是Python第三名的資料嘛 那我們就很好奇說 那在國內 就是我們在求職的時候 哪些工作是Python 是不是一樣是在這麼前面呢 那我們就把各個職缺的數量 要求這個技能的職缺數量算出來 我們發現 Python確實他還是在非常前面 差不多有6000份工作 那 不過另外發現一個蠻有意思的地方是 第一名是跑到Seqor 那Seqor在熱門程度 這邊的Python的熱門程度 其實是在算是中間前面 那他為什麼在這邊跑到 第一名呢 其實我認為 就資料分析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會認為說Seqor它其實是一個 必備的技能 就是在找工作 他雖然 你會這個可能不會 幫你直接達到很好的工作 可是他卻是 工作一個非常基礎的技能 所以說 大家如果當年還是學生 或者是你想要專職 其實在專職之前 或者在畢業之前 也應該要把Seqor 幫他學起來 好 那我們有了職缺的數量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再去 我就很好奇 那這些職缺待遇分 分佈大概是怎麼樣呢 所以說我就把各個程式語言的職缺 按照待遇從最低排到最高排分位數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張圖來看它們的分佈 那在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 中間有很長一段 不管各個程式語言中間都有很長一段 它是卡在這個4萬的分界線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在人按照政府的法規規定 你的待遇如果是4萬以上 就可以寫念意 那4萬以下你必須要寫絕對數 那因為大部分的職缺都是寫念意 所以說我們會看到很多的職缺卡在4萬 但是這張圖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前面這邊 因為4萬以下你的職務待遇必須是透明的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說 各個程式語言它在什麼時候會 會開始跳進到4萬的領域 那其實我們這樣子看就可以看到說 你如果是你會夠語言的話 其實你只要打敗4%的職缺 你的新的集聚就會到4萬了 那第二名是11c++meta Python 也在這邊 在第二名的集聚 那第三名它是java script 然後java single 那最後才是syshop跟nphp 其實這張圖就是蠻有意思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需要打敗多少%的職缺 如果你是夠語言 你要打敗多少%職缺可以到4萬 另外我們也可以再去看說 那到什麼時候 打敗多少%的職缺 你可以跳到更高的新的集聚呢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用在這後面這邊看 可是這邊就留給大家這邊去參考 主要我們發現有趣的地方還是在前面 好 那我們在前面看到了程式語言以及大語之後 我們可以再繼續進一步看在產業上面的應用 各個產業怎麼來會需要哪些程式語言呢 那我們就可以去畫出這張熱力圖 這張熱力圖要怎麼理解呢 它的x軸是各個產業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像IC設計業啊 或者是人力中階代稱 光階產業等等 x軸是產業 那y軸是我們的程式語言 那透過這樣的組合 我們就可以去找出來說 有些要求啊 又要求IC設計產業的 用條件採取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去找出來說 符合這兩個條件的職缺數量的多少 那有了這個職缺數量 我們也可以再去換算說 在這個職缺數量裡面有多少的百分比 是其實是在4萬以上 那我們就可以去畫出這個熱力圖 那要怎麼去應用這張熱力圖呢 其實我們可以去看說 中間有一些沒有欄位的數字是什麼意思 是因為這個組合下面 比方說銀行要求MATLAB的職缺數量 很少於30個 那因為職缺數量較少 我就會把它印象起來了 好 那我們在這裡我們可以看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在產業的角度來看 比方說你是銀行業的話 你就可以去看說 你銀行業要求哪些的程式語言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銀行業它可能要求比較多的 還是Python、RF、SQL、Java和JavaScript 但是你如果要你會購語言來找銀行業的話 可能就不是一個加分的項目 我們可以看到產業上面會要求那些的程式語言 那第二個有趣的地方是我們從程式語言的角度來看 它程式語言它是不是一個廣泛被應用在各個產業的情況 那我們就拿Python跟購語言來做比較好了 像你如果是購語言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主要被開出來的資訊 它是在人力中間代增 或者是網路相關的半導體 或者是半導體 以及一些網路服務業跟電腦的服務業等等 就是 但是購語言在像銀行 然後像是一些通訊機械的色彩等等產業 它其實就沒有這方面的職缺 那反過來看Python呢 Python它其實在每一個格子各個產業它都有這個格子 就算出這個數字 代表說Python其實是在各個產業都被廣泛應用 不能夠廣泛應用 那我們可以從通用性的角度來看 其實Python也是一個蠻不錯的程式語言 那我們要看第三件事情是什麼 第三件事情是 有這麼多通用的程式語言 像是Python它全部都有 那SQL也是 或者是Java跟JavaScript 那其實也都是 那我們來看說 都是這麼通用的程式語言的話 我們可以看說那代表 比方說Python跟SQL 那比起來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Python在各個產業上跟SQL比 其實它數字都比SQL大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 Python它其實是同樣 跟大家都是這麼通用的程式語言 但是Python的直覺待遇其實 相對都還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 我們透過這個分析 同工配方的Python 它其實是真的被 光被各個產業接受 而且待遇都是相對比較被 相對其他正式語言也是比較好的情況 那大家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以後在一場工作其實也會 心裡比較有個底 知道說要怎麼樣去 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只是在這邊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提醒 就是不同產業的形式結構有很大的不一樣 像是可能 像有些產業可能是年中特別多 那有些產業可能是 是會 額外給你 打包的吉利將近人的 所以說在這邊就是大家參考就好了 好 那我們前面透過這些分析 我發現說Python應用很廣泛 大語很好 所以為什麼是Python呢 其實我認為我自己也很喜歡Python 那當然就是包括它 前面有稍微提高 它很簡潔 然後它很廣備應用 然後大語也相對不錯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地方是因為它是 它程式碼的可讀性很高 因為它很簡潔 大家可以去搜尋Hello World 在各個語言 就是我們要在各個程式語言去 輸出Hello World 就是跟這個程式語言打招呼 那大家就可以去看到Python 各個其他程式語言都要非常多行命令 可能要五、六行命令才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可是Python就只要一行命令 所以我覺得可讀性是Python 非常醫學的一個很大的優勢 那Python在勞動市場中有哪些應用呢 其實從業務經驗的角度來看 其實有這五、主要是這五個應用 就是包括了你用Python來做數據分析 用Python來做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 就是你可以用網頁開發 或者用網路拓層跟自動化的測試 那我在下面把一些常用的套件 就是這個領域上面的套件列出了 說限於我自己比較偏向搜尋的領域 是數據分析、經驗學習和網路拓層 都在這邊列的比較多 那自動化測試跟網頁開發 其實上網搜尋 可是常用的套件還是這幾個像PyTest的 所以說大家就可以根據這裡的資料 去熟悉你應該要學會的Python套件 像網路拓層級 應該最蠻常見的就是Quest Scrapy 跟Google Sub Sighting Learn 然後Tether Pro、PyTorch等等的 如果你是要走這領域的話 你也需要學習 數據分析的話就要做一些資料的處理 跟視覺化 比如說MapAlet、Sible跟Pandas 你也都是需要學會的套件 好 那我們從業務經驗看到只有這五個應用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前面提到Python的6000個資訣 來做文本的資訣分群 我們來看一下跟前面的認知數是一致 那其實我發現其實還是蠻像的 像是我透過直覺的描述 透過LDA的分群 分群方法大家可以參考這個連結 基本上照著做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其實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 其實我發現說 很大一部分就是 這邊右邊這兩個是做數據分析跟機器學習 那是分成一群 就是把數據分析跟應用機器學習放在一起 然後這兩個都是這一類型 那有一些是做自動化測試 那後面有一些像是 演算法的開發 以及一些雲端架構 雲端服務的環節設定等等 好 那我們做完分群 我們也可以去看說 各個植物類型的資訣數量 那在這邊我就是去 收集了六月到八月份的資 就是我會去定期去收集資訣的資料 然後收集了兩個月之後呢 那總共是六千分之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各個領域 各個應用領域上面它的 資訣的數量 像是你如果是做數據分析的話 那你的資訣數量在這兩個月期 你就有988跟388個資訣的機會 那大家就可以按照這個去 去判搜一下自己 去未來想要加入的那一個項目 那主要應該還是去 根據你個人的興趣去選擇 那這個就是可以讓你了解說 抽集上面它的資訣數量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前面講說 Python 這麼多應用之後呢 就是我們可以去 所以大家其實還是觀看說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選擇 我們要發展狼向 或者是那麼多應用 我們到底要怎麼選呢 那在這邊我就用 國泰數據部的資料為例子 跟大家進行說明 好 那因為國泰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公司 那其實我個人認為就蠻像是 這個玩Overcooked的遊戲 Overcooked就是 就是你是精英間餐廳 那餐廳裡面也會有很多的角色 那你有些人要負責切菜 有些人要負責跟客戶接觸 那有些人負責要去 去把美味的料理 把料理做出來 所以說要透過分工合作 然後去拿到遊戲的高分 去很快速很準確的拿到高分 那這是在那種大企業裡面 會需要去學習的技能 那在國泰其實裡面的植物分工 也跟一般的資料科學團隊組一樣 就分成資料科學家 你要負責去把料理做得很美味很可口 那商業分析師跟數據分析師的話 你會需要去跟業務單位結牆 把業務的問題轉換成是資料科學的問題 資料工程師就有點像是餐廳內場的主管 你必須要去確保一些公司的資料表 和資料庫工作派程能夠正常的位於 讓資料科學大科上的分析師能夠管得正常的使用 好 那在這邊我有做一些訪談 就是我們去認為說 各個職務上面你的職責挑戰 以及要升任那顆職務的心法是什麼 那在這邊訪談後 我就跟一些人訪談之後 就是商業分析師他其實 你會需要滿深的業務知識 因為你要去比你要在整個資料科學部門 你要是最了解業務單位需求的人 所以說你就要去了解業務需求 然後去想辦法把業務的需求轉換成是資料科學的問題 那你難的地方在於說 專人的價值的評估其實不太容易 你需要根據公司發展策略 然後去發展階段去進行重要的評估重要性 那他的升任的心法就是說 一定要去了解業務單位 你要發現需求 評估需求 然後把你專案的價值 創造出版 甚至是進一步擴大你的價值 那資料科學家其實 要負責把料理做出來 你要升任這個職務 就必須要有一些數學跟統計的領域知識 才能知道說 食材要怎麼烹調 怎麼組合 會是最美味可口的結果 但是難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統計模型的語言跟業務需求 其實還是有滿大的距離的 所以說 我們必須要去 如果你未來要往這方走 你必須要去學習 其他類似的語言去 讓我們可以跟一般人溝通 那升任的心法就是 你必須要去保持好奇心 然後其實 其實解決問題方法有很多 那我們可以去 用想像力或者是好奇心 來去 去提出各式各樣可能的解決方案 所以如果是只要科學家的話 其實就是 數據中文中 就是你必須要去 確保餐廳能夠正常開張 每天的食材能夠進來 就是說 特別是公司的規模一大 那可能公司擁有資料表 可能你動不動 兩三千 或者是五六千 就是說 你要去確保這些資料 給他們 工作派遣能夠正常你的產出 那這邊有個挑戰 就是 因為單位通常都會在需求 為了要很多原因 可能想要趕快上線 就找 在需求還不明確 就去找你 去討論 希望你先開始幫忙做 那這時候其實就是 雖然有不確定的風險 那你如果是有經驗的資料工人 就必須要去跟他們多詢問一下 他們為什麼要這個做 那你再根據你的經驗 去給他們建議說 那我們現在怎麼做 可以去確保未來開發的 坦新度能夠兼顧他們 提早上線的需求 那到底要怎麼選 其實我認為 可以從這三個方向 包括了成就感 興趣以及特質 這三個方向來想 那我認為說 如果你平常 你可以觀察自己 平常你做事的成就感 是來自於跟 一般人溝通 跟什麼去應用的話 其實蠻適合畢業 那畢業時的話 你可能會很 比較在乎說 模型到底準不準確 怎麼樣可以去提升 那如果是這套工程師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你花了一成天去 集一個八個 那一般人可能覺得無聊 可是你會覺得很浪漫 那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蠻適合 在我們這套工程師 那興趣的話 其實畢業就蠻適合去 就是你如果興趣 是探索新的事物啊 就是畢業 那你如果是 很好奇說 演算法的原理 那差異是什麼 那就是蠻適合DS的 那你如果是 工程生自動化的話 工程生自動化的話 就是興趣 就是這樣工程師 那特質的話 就是你喜歡 發現問題解決 就是畢業 那你喜歡分析 事情背後的原因 就是DS 那你受不了很雜亂的程式 那其實 或者是 你要求很龍 龍長的程式 其實就是 這套工程師 那最後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 有一些同朋友是想要轉職 就是想要 會詢問我的時候 那這樣子轉職 會不會讓 過去這幾年 工作經驗都變白費 那我自己有看最近 最近還蠻喜歡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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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Cool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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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各个城市语言在劳动市场中的职权跟营诱 以及派成在劳动市场中的营诱面向 还有资料科学相关职务的职责调判认识法 最后啊这是我在求职的路 我在这五年就是学习工作的路上 我有一些学习的支援很不错 像是阿远范图教室以及学习的马拉松 一些国际的一些线上课程平台 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那社群的话就是Pycon的DataXMita Youtube其实我们也可以在Pycon US、Pycon Taiwan跟PyData的Youtube 其实都有分享一些近这几年下来比较热门的技术和议题 那你如果想要学习发展的话 推荐大家到大树软体营键公司 那最后是一个台德的演讲 如果你是希望往商业分析师或数据分析师在当下发展的话 那也是其实推荐大家可以把我台德的影片去看一下 这些会演讲的他们是怎样去传递自己的信仰跟价值 然后我们都这些学习我们可以在公司在报告的时候 让你可以更有力量的去传递你的信念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